爱情中转战的25位男嘉宾 请各位把握好机会哦 心动隧道内的这位女嘉宾 她今年26岁 身高是168厘米 星座是白羊座 她工作和生活在西安 职业暂时保密 你们可以猜一猜哦 保密的职业是什么职业 袁明玉 请准备回答问题 你的日常作息是怎样的 一般是早上7点起 晚上11点睡 就是选她为什么 为了早睡早起 为了身体健康 我不理解 袁明玉 如果用一个动物 形容自己是什么 狗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 比较活泼 像小狗一样粘人 这个我可以 你又可以了 喜欢小狗 接下来 我通过智能算法 为你生成了一些异性的形象 请你从中挑选出心仪的照片 我们的前期数据采集 包含性格 颜值 爱情观 现实数据四个维度 你希望匹配综合平均分最高的男嘉宾 还是侧重某一个维度的数据排名 请做出你的选择 现实维度 现实维度的意思是 家庭的情况 你在哪个城市 你家里有几套房 几口羊 对对对 这跟以后长期发展 比较柴米油盐的一些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咱们勇往直前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 任明玉 这不是我的梦中情人吗 好元气少女的感觉 我喜欢 我太喜欢了 萌妹子 大家好 我是任明玉 生于西安 是四月的白杨座 希望今天能带走你 一起去我的快乐星球瞎折腾 谢谢 光看这个颜值 后面就已经站满了 到底是几位男嘉宾 我们倒数五个数吧 五四三二一 选择结束 任明玉 现在有多余五位的男嘉宾选择了你 十个位置都站满了 我将为你匹配出最适合的五位 进入玻璃房进行下一轮的交流 现在进行数据匹配 这轮的对手记得很大 有请男嘉宾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是那个姓扣的那位是吧 扣哥又去玻璃房 好的 男嘉宾已经到缘分玻璃房了 相信我们明玉也非常地期待看到他们是不是 是的 那接下来男嘉宾请亮相 这个是我们加了这个AI动画脸的 是 三号脸挺长的 三号是张长脸 好直爽的妹子 好直爽 性格真好 然后一号是那种精英男 一号再给你抛妹眼一号 他在眨眼吗 好油腻的表情 你有没有特别先想认识的 我感觉五号这个发型挺帅的 王晓冬 说你呢 承门这个女嘉宾的夸奖 我今年33岁 我是一名编舞师 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舞蹈工作室 所以你自己跳舞是很帅是吗 还好 还好 不用谦虚啊 女嘉宾是哪个点比较吸引你呢 说是她喜欢狗嘛 因为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狗的 我说的是我像狗 不是我喜欢 不好驾驭啊 我不好驾驭 哈喽主持人好 一号俊川 然后我们的女嘉宾好 我呢叫袁俊川 来自山东济南 现在呢定居在上海 我是做自媒体博主的 然后自己也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 我平时呢非常非常地喜欢旅游 然后我去过三十多个国家 两百多个城市 然后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女嘉宾一起做宠物航空 带上我心爱的小狗就是你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带上我心爱的小狗就是你 一起去旅游 稍微矜持一下 都开始叫我小狗了 你这这么一句感觉要被带走了的感觉 哇 有点会撩啊 有点会撩啊 剩下二三四 我喜欢想看三号 三号 三号长脸 对 大家好 我叫彭博文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中国香港 目前我们从事的是广告传媒和整合营销方面的工作 我们的集团在香港 广州 深圳 上海和北京都有分公司 目前我贝斯在大湾区 主要负责中国区的业务 然后我平时喜欢游泳 潜水 滑雪 来自我们香港的朋友啊 港台乡 我很喜欢 不如赞一下你呢 可以可以听到多少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好美女 你爱我 是我 差不多意思 我给你翻译一下 她夸你漂亮 好亮女人 听完三个是不是每一个都觉得挺好的 毕竟是我们小爱给你选出来的 那当然 我的眼光可是有大数据支持呢 我们四号男嘉宾更加优秀哦 哈喽 女嘉宾好 我叫沈晨 今年三十一岁 身高一米八八 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 一米八八好高啊 嗯 毕业之后的前五年 给自己安排的任务就是 平上职称 现在是中级职称 然后后五年的 希望就是找到 自己可以相伴一生的另一半 然后 选女嘉宾的原因是 因为我看到她的作息时间 是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 哎 跟我上班时候的作息时间 非常的吻合 哦 巧了吗 这不是 就已经考虑到这么后面的事情了 很有规划的一个人 我感觉他考虑的是他自己 他没有说他喜欢我什么 对吧 嗯 他就喜欢你这个睡眠时间 对 考虑的是自己不行 嗯 嗯 嗯 换一种方式 我其实考虑的是 因为我们两个的生活节奏是相同的 所以我不会打扰到你 那你就自己过自己的呗 哈哈哈 完了哈哈哈 他是哀人 所以他那个表达的东西 他可能跟我们自己兄弟在一块 他就比较活跃 是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二号 哈哈哈哈哈哈 库哥 嘿嘿嘿 嘿嘿 二号呢 我俩都可以给你介绍 哈哈哈 综艺导演 是的 最开始一直来求职的 你本来以为这是个求职节目 他们跟我说求爱的我也就 来吧 哈哈哈 然后你还每一次为每一位女嘉宾 都站了出来 并且还真的被我们小爱老师 推荐到了这个五位之中 我跟你说啊 因为前一个女嘉宾选的条件呢 是颜值和性格 他也能选上 对 你这次选的是基础条件 他也能被选上 哇 他六篇形战士 我是被夹在香港高管 还有上海公司老板中间的 天津现场导演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我觉得还行了 刚才我站在那个等候间的时候 我左边站着一个音乐 右边站着一个罗帅 就最帅的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 我在外面站着跟没进化完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喜欢这个二号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基础条件到底怎么样呢 比方说在天津这个直辖是你有房吗 都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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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 哎呦 都是家里的 那就是有 二号还是谦虚了呀 哈哈哈 其实刚刚只是通过他们的介绍 嗯 接下来呢我们小艾老师也会为你准备一个定制给他们的 Ai破冰指令 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他们 来有请小艾老师 请问男嘉宾们一百八十这个数字代表着你们的什么数据呢 一百八代表着男嘉宾们的什么数据 我们这五位嘉宾都一米八以上吧 啊 所以三号觉得一八零啊 是身高 身高 存款应该也都有一百八十万吧 我出去吧 我也走了 我出去吧 我也走了 哈哈哈 一百八十万有点过分了 啊 干嘛呀 从生活到容貌一起焦虑吗这是 哈哈哈哈 好 谢谢我们的男嘉宾 哎 刚刚我们不是给他的职业卖了个关子吗 啊对 名誉他的职业大家能猜一下吗 是 哇这个有点难 我开的 店 哎呦 哦 女老板创业者 对对对 耶 我是女总员 哎 其实是大学毕业的年纪 就已经有这样的成就了 是 宠物店老板 宠物店老板 你对狗狗非常有执念 哈哈哈 不如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揭晓一下今天名誉的职业 到底是什么 好 哇哦 经常有人叫我金刚芭比 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袋鼠 运动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汗水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潜能 肌肉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别人这么装 二个男娃会喜欢你 姐姐这么装 你不会大饿吧 不会哦 除了沙带和镜头 别的我不会打哦 如果需要我还会保护你哦 哇 现在女孩都这么猛的吗 比男生还猛 我们真是没有想到 可以现场给我们秀一下这个 男嘉宾看得到啊 我真的是 你看就是练过的 把你给骗了人家不是纯萝莉 你还是金刚八笔 平时你重量你都是拿多少斤的 70公斤 70公斤 对 我的天拉着我一个人的体重 你说巧了吗这不是 我感觉我会好娇羞啊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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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哇 哇可以可以 哇 哇 你还给你帮了几年 哈哈 哦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还行还行 还行 还行很轻松很轻松 我能感觉到他的力量感 7点到11点是因为健身 他非常自律 而且女生特别难练 付出男生的三倍 我跟你说一个爱健身 然后坚持能够运动健身的 你不管是男生女生 他都有一个特点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有意志力 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们就是这种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其实就是像女嘉宾这样 非常乐天派的活泼的女孩 包括你很爱健身 我那个体重现在90了 180斤 对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运动一下 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酒店的 健身房里健身 还得去酒店健身房 好好好 来 3号 你喜欢什么样的理想型 男人三十而立 希望找的还是一个可以稳定后方的人 那稳定后方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这样的职场精英来讲 应该是能够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做好孩子的教育啊 嗯 做好就是家庭理财啊等等 管钱管人管孩子管家 我今天我特别震惊 就是我们这简直就是一个死亡之组 太优秀了 对吧 光霸道总裁就三位 然后这个女老板 对大家在这儿相亲 似乎不单纯是一个交友的活动 大家在这儿谈的恐怕都是上亿的项目 从西部 现在已经发展到比如大湾区 或者长三角 对于他们这样的异地恋 不是太大的问题 没有关系 在你最后选择之前 我们也让小艾老师 根据现场男女嘉宾刚刚的表现 为你推荐一位 这五位里面最适合你的男嘉宾 我已经有答案了 先买个关子 你做完选择再告诉你哦 没问题 那接下来 请我们的茗玉来到舞台中央 接下来我们要跟茗玉说 经过这么多的了解呢 请你在五位当中 选出一位你的心动男嘉宾的号码 如果你选择的这个号码 跟小艾老师的一致的话 你们将直接牵手成功 接下来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觉得一号吧 有可能三 最后选二号 我也想这么说 三号 三号 我就说三号吧 那么究竟三号 是不是我们小艾老师推荐的那一位呢 不能他最适合也是三号 就直接成功了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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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荐的不是三号 很遗憾 他并不是小艾老师推荐的那一位 那现在问题来了 茗玉 你要做一个选择 嗯 你是想先见你自己心仪的三号 还是去见 我们小艾老师给你推荐的那一位 但是不知道是谁 那我想选自己喜欢的 先看 嗯 对 好的 有请三号男嘉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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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真人啊 长什么样啊 哇 哇 好搞得跑牛啊 有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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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哇 哇 哇 女嘉宾好 主持人老师好 情感老师好 情感老师好 文文好 有什么话要对女嘉宾说 你好 可以开始了 始于颜值 终于内心 最爱的世界 因AI相约 因AI相遇 爱是散发的奇迹 遥远的爱 没有继续 很开心在这个舞台认识你 我叫洪博文 全能解彼此的余见 他好注视啊 我不知道就是什么 现在是你们自由时间 好吧 你真帅 我那个很喜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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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文的颜值真的有超过你的运气 对对对 是的 一点都不老 一点都不老 对 她长得就是很帅 很有气质 我导得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说什么了 哇哦 来 施敏玉 拿出你的平时的状态 你有任何想说的想表达想问的都可以 你跟别的女生走的会很近吗 像你长得这么帅 然后又条件这么好 应该有很多女生追你吧 新认识的人通常会认为我可能已经已婚 哦 那你是要求很高吧 我的要求就刚刚那四个字 稳定后方 不过想念 也有期限 怎么兑现 未完成的永远 永远的爱 就是女嘉宾这么漂亮 又有能力 又有财力 嗯 那在西安当地应该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结识到优秀的另一半 因为我自己也有抱私教班 当然我的是男教练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 我一般不会说是和自己工作里的人去恋爱这种 所以我四年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呢我自己一心就是一直在工作健身 那么接下来明玉就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请问你要牵手 现在你选择的信仪男嘉宾 还是要和下一位小爱老师为你推荐的男嘉宾牵手成功呢 到底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觉 还是相信我们大数据的运算和判断 嗯 告诉你可能这五位中还有一个分数更高一点的男生 是 我们现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数据是小爱老师推荐的是一号 为什么会推荐一号呢 我们的现实数据维度是包含了年龄收入 地域 还有嘉宾有没有婚室等等的15个子因素 其实一号袁俊川跟三号彭博文 他们两个人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袁俊川不管是年龄啊还是地区啊 他都是会比彭博文要更占优势的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看了吧 彭博文实在太硬核了 但就说他非常的优秀有高认知有如此好的形象 少年老成然后又有清晰的家庭规划 但是不是你真正心仪的你一定要想清楚 他的优秀是他的事 你最喜欢的究竟是什么 还是要跟随你的内心 也许小爱会推荐出一个跟你更合适的 我想 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吧 我想接触一下他这个高认知提升一下自己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他 我选择他 三号 彭博文 恭喜两位 约会成功 恭喜 男嘉宾主动了 恭喜两位 谢谢主持人老师 谢谢情感老师 有好消息要回来报告吗 拜拜 听到女嘉宾选择我的时候 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一号 以他的180斤的体重 直接失去了竞争的权力 女嘉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位女老板 但是又能拥有着 奸起家庭重任的使命感 我觉得三号男嘉宾聊起天来比较开心 然后呢还挺会夸人的 事业有成年少有为非常棒 AI的选择 有时候可能他对现实的这个难度的考虑 没有我们人类那么充分 小爱毕竟没有生活在人类的现实之中 但是我相信小爱会进步 因为现在她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在初级阶段 但是未来呢她一定会成为小爱妹 小爱姐以及成为老爱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助力和更多的指导 我们希望呢从这个节目当中 能够看到AI的成长 更看到自己的成长 未来是怎样 我们和AI一起去探索 没错 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几对嘉宾也都是有了非常棒的一个结局 我们也期待他们未来能够变得更美好 有好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微信搜索东方游离小程序 在阴暗相约节目专区开启你的海上游轮爱情之旅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啦 再见 拜拜 我们的小爱老师究竟是如何推荐和匹配的呢 首先小爱老师在前期采集了男女嘉宾大量的数据 男嘉宾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古部以及制作一些小手工 挣钱 就特别喜欢看比较上不得台面的甜橙句 第一位女嘉宾吴子景选择了颜值和性格 其中三号徐培行医生是性格匹配分最高的 四号夏培是颜值分最高的 但两项的总分最高者还是夏培 夏培在我们AR算法里面它是没有什么减分项的 而且它也符合女嘉宾对年龄的要求 其实吴子景田的资料里面是显示 他可以接受02年的这个男生 那我们的这个夏培它刚好就是02年的 所以最后小爱老师推荐了夏培 第二位女嘉宾任铭玉选择了现实维度 其中一号袁俊川综合得分超过三号 得到了小爱老师的推荐 让我们共同期待小爱老师下一次的推荐 来了来了 哇哇 大家好我叫张欣月 声音真的是娃娃音啊 我们的小爱老师还真的可以办到 生成AI宝宝的技术 来了来了 这不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吗 这么小就会走路了真了不起 我这个这么像包是我的 大型认清现场 小爱老师您推荐的这位 是他选择的男嘉宾吗 哇 天作之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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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